在这个由红、蓝、绿色块组成的空间中 纷乱中带有秩序的粗细线条 交错而成两个面目模糊、姿态隐约可辨识的人 这样的人物造型是画家夏洋独创的艺术风格 毛毛人 这件创作于1965年的作品《人》 描绘了两个毛毛人 一个腿然而坐 一个拔腿奔跑 在色彩鲜艳、狭小紧迫的空间中 它们略为夸张的姿态 显得有点紧绷及神经质 营造出环境与人冲突之下 不安且无奈的感受 画家夏洋独创 是推动台湾现代艺术先驱 东方画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他曾经到巴黎及纽约学习艺术 在巴黎期间 他创造了毛毛人风格 到了纽约 他将当时流行的照相写实风潮 融入毛毛人之中 利用相机慢速快门的原理 街道上走动的人群 慢速曝光后成为模糊的形影 背景则是静止的纽约街景 近年来 他也尝试将毛毛人立体化 创作热情始终不减 这一段时间